大儿子是在乡下跟着他的奶奶生活 跟着他的奶奶 不是孩子的奶奶 然后小的五岁了 他爸爸带着在 他爸爸妈妈带着在花多 小的五岁了 没有上幼儿园 我做美妻的是什么感受 生下两个孩子 却没有一个待在自己的身边 李女士是辗转难眠 既然从丈夫身上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 那么李女士是无论如何 也要跟孩子待在一起 她离开了原本一同打工的丈夫 回家照顾孩子 虽然丈夫有百般的不情愿 李女士还是毅然决然地 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在自己回家之后 丈夫就消失了 到19年的三月份 我们就差不多分居两年了 我一直待在家家 在家孩子要上学 我还要去照顾开店 我每天要照顾我们三个人的生活 孩子的教育 他从来也不会想到 我跟孩子在家没有钱用怎么办 我们甚至会有三四个月不会打电话 不会发微信聊天 甚至比如端午节 六一要同节 七人节 中秋节 五一十一 他不会回去 我们年 就是普通好友的那种 节日快乐都没有 在今年的可能 七月份左右发生过一次 小儿子连续掉了五天的针 我有发朋友圈 然后他也有看到 他打过一次电话 但是他没有想过孩子没钱看病怎么办 他没有给我钱 我跟我妹借了一千块钱给孩子看病 这个时候都不开口 问他要 对 我不会问他要 回家的时候他不同意 我跟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只负责孩子的学费 我们三个人的生活费我自己找 所以在我说出这个话之后 我决定回去之后 不管我过得怎么样 我不会问他要钱 所以这些年的生活 尤其是这两年对于你来说 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存在 对 可能有时候连形式上的存在都没有 因为我们又不打电话 又不聊微信 又不见面 甚至 在这个过程中 我都有问过我自己 我有没有老公 可能我都会觉得 几个月过后 我还有个老公吗 我会这么问自己 那我每天上班 12个钟 我也不可能每天 打个手机 我觉得这是借口 你是说没关注到 没关注到 我不可能 一天上班 就是 但是 他刚才讲的 可以三四个月都没有任何联系 你这种情况 很不正常 那个时候是 我有发现心里 他 他没回应我 他没有觉得奇怪吗 我的心 他可能是生气 那种 然后就三四个月 感觉两个人就吵 他也不想跟我说 我也不想跟他说的那种 你们这 不叫吵 你们根本就没吵 在14年到现在开始 我认为我们之间都没有吵过家 八年以来 我们没有一起出去玩过 我生两个孩子 他都不在 回去带着孩子 还是租个房子 住得不踏实 特别没安全感 就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晚上 礼拜六 礼拜天 带着孩子 去广场溜冰 溜完冰回家 就已经是 十点多钟了 就我很安静的那种 当时回去 给孩子洗完澡 反正就差不多 十一点钟了 有人在敲我的窗户 敲我厕所的窗户 我在里面是反锁着的 在那个出租房里是吗 对 我自己就吓到了 我赶紧就出来 我就蹲在那里哭 孩子就会问我 妈妈你怎么了 我说没关系 外面只是一个老鼠 你吓到妈妈了 一个大老鼠 然后我就去我表姐家 住了几天 在表姐家里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们借点钱 赚去房子好不好 我没有安全感 我想要安全感 你有告诉她 那天晚上 你的遭遇吗 我有发朋友圈 她有看到 你发了什么 撕心裂肺的害怕 她没有反应 那个很屏蔽的地方 往前没蹬 没那个 我也跟她说 我住那里不好安全的 给她讲过 你没有觉得 奇怪 或者有点不对吗 我的心理想法就是 她应该是有什么事 又不就是没有安全感 在外面也是 你想到了这一层 没有 问了她吗 你也不会主动 去跟她讲 对 很多年前 就是这样子 你说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萧先生 他刚才讲了 他这些年来 自己心里的感受 比如说 他会在某个时刻 可能会想一想 我在过的是什么生活 在某个时刻 可能会问自己 我是结了婚的人 在某个时刻 会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丈夫吗 他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也会伤到她的内心 那在这些年里 你想过吗 有 我的想法就是 也想多花点时间 陪陪他们 就是跟他们多接触 工作那个 我也想着 要持工 到时候你持了工作后 你怕那个社会 因为在她看来 在那些关键时刻 你都没有在 她的生活里存在过 我知道 她有时 许愿我的时候 我没在她身边 伤了她的心 爱莫大于心思 而悲莫过于无声 显然 丈夫这一角色的消失 让林女士 把一开始的伤心 变成了 对自己的狠心 也让她从一开始的无助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无畏 去年年底 林女士正式向丈夫 提出了离婚 我说我们离婚吧 这样过着 没必要 我说你就安安静静地离 不要告诉我父母 我不想伤害我父母 我也不会告诉孩子 她是答应跟我去民政局 协议离婚的了 我是一时激动 一直一时冲动 不管是一时冲动 还是深思熟虑 夫妻俩终于 还是走到了婚姻的终点 可偏偏 离婚协议全部拟定完成之后 一一变突生 我妈她知道 我们两个去了民政局 我妈打了电话 跟我在家里的朋友 然后我朋友一去 就把我的协议给撕了 我就在民政局哭了 很崩溃的那种 坐在楼梯口 我在那里 民政局都哭了 只剩三个小时左右 李姨女士的泪水 为何没能换来母亲的理解呢 为了了解 小两口矛盾的根源所在 我们也将 李女士的母亲请上了场